監視器拍下這輛貨車停在公車處 視角停分站對面 等到分站人員下班之後 先在公車加油孔附近徘徊 下一秒 進來 管子拿進來了 一早司機上班發動引擎 才發現油箱沒有油了 都沒有油 發動的時候發現沒有油 沒有啊 就出去才發現都沒有油 之前我在七堵站的時候也被偷 同一個人嗎 後來那個有被抓到 很多站都被偷 因為我們就是開放空間 那會不會建議說應該要上鎖 還是說要用什麼樣子 還是防不慎防 鎖沒有用 經過清查 結果有三輛公車油箱內的柴油都被偷光 就連隔壁的公車行怪手也遭殃 它要發動的時候發一發就沒有了 然後才發現油桶沒有油 那你們這第幾次被偷 它是第二次 本文局擴報 基隆公車處四角亭公車分站內的公車 遭不免人士進入 並竊取車上油箱內的柴油 早晨發車時發現站內 既有三輛公車遭竊取油料 本文局受理報案後 隨即派遣監視警力至現場採集指紋等相關激證 並成立專案小組積極調閱監視器 全力偵犯中 務必盡速將犯險逮捕到案 本文局呼籲 竊取他們財務息違法行為 民眾請勿以身釋法 如發現可疑人士 請立即撥打110或聯繫當地派出所 時機不好 契賊連公車的油斗搖偷讓警方猛搖頭 目前警方除了調閱監視器畫面之外 也會根據指紋盡速把人逮到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